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跟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系 是 跟我们分享一下 孩子偏食的原因是什么 是的 孩子偏食其实有很多原因 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 跟家庭有关系 家庭成员就比如说 父母亲自己偏食 自己挑食 就比如说爸爸本身不吃蔬菜 对 不像一个好反样 就没有好反样 就跟他讲 你一定要吃蔬菜 我们讲的就是上粮不振下粮崴 对 再来我觉得第二个原因更常见 就是孩子经常吃零食或喝甜饮这样子 是的 如果孩子 如果我们是纵容孩子 在饭前吃零食或者是喝甜饮品的话 所以孩子就是吃得太饱的话 他们就没有这个食欲 对 我对餐前一大堆食物就没有胃口了 而且零食一般很多这个添加剂 味道 口味特别地重 你吃了之后吃其他东西是没有味道的 其实就跟我们成人偏食的情况也一样 很相似 怎么可能是孩子而已呢 再来是生活作息 孩子的什么生活作息会导致他们偏食呢 就比如说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给孩子吃 饭不定时 不定时有时候晚餐就五点 有时候七点 有时候八点 这样孩子就是没有这个固定的饥饿感 对 这个就像成年人工作不定时 吃饭不定时一样 忘了饿 甚至会有胃病的问题 小心 对 还有就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或者是一边滑手机 玩电玩 一边吃饭 所以为什么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 会导致偏食 我相信你们都有看过 就是很多父母亲很喜欢 就是当孩子吃饭之后 他就给他一个平板电脑 然后主要是为什么 免得他吵 免得他吵 然后脱脑 对 所以他就是可以拼命喂他吃 主要是这样子 如果父母亲这样做 其实就是分散孩子 使到孩子不能够专注食物 就对他来说 食物就像是一个工作 是没有味道的 就没有味道 然后就根本不知道 他所吃的这个食物的形状 然后味道是什么 然后他其实有兴趣的就是电视节目 对 所以真的 这个父母 我觉得从小要养成 小朋友自己吃饭 我觉得胃可能也一定的阶段就好了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们亚洲很多父母很担心 就是说 不然给他自己吃 弄得满地都是 但是你看很多西方教育 只会用这一套 对 就让他们自己学习 反而之后就收拾 好 再来烹调不当 这可能家长要负一下责任 我们请教夏老师 是的 这个就是有关系到 这个父母亲的厨艺了 每一天 那个我们帮不了的我 每一天煮一样的食物 不是一周就是几周 孩子吃到都腻了 大人吃得腻 孩子更吃得腻了 所以其实父母亲就是我们讲说 要多样化 要多样化 明白 注重食物的这个色香味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可以提高这个孩子的食欲 孩子的心理问题 这么小就会有心理问题导致他们偏食 对 怎么说自我保护也是过强 有的 当一个孩子刚出世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孩子 有些婴孩 他们就是比较有小心翼翼的性格 不敢尝试新的食物 当你给他一样新的食物 他就会不敢尝试 就不要吃 就把它吐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但是如果你每一次就是喂他 喂他几次的话 他就会慢慢接受 就是接受度不一样 有一些小孩 他个性许 对 他比较保守一些 冒险性比较强的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心理问题 就是父母亲造成的 就是当孩子挑食的时候 父母亲就是讲 你还不敢吃 等一下我肯定给你一个鞭鞭 鞭鞭鞭 为什么这样子会导致他们偏食呢 他们就会有一个阴影 就很怕 就是 他就会联想到说每一次吃东西 就会跟那个可怕的经历联想在一起 所以就更不挨催 然后爸爸妈妈就逼我吃一些食物 然后我不吃的话 我不吃的话 我爸爸妈妈就会鞭我 明白 当然一些是他小孩本身生理上的问题 可能他食道有问题 呼吸有困难 这个吞音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就是 小朋友的健康问题导致偏食 我们来关心一下小朋友偏食的后果 我们一般都知道会营养不良 对不对 还有什么后果呢 偏食 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便秘 就比如说当一个孩子 他就不喜欢吃蔬菜 长期不喜欢吃蔬菜的话 在于纤维素的摄取量慢慢减少 甚至吃过过少的热量 他也是会便秘 吃过太少的这个蔬菜纤维素 直到他就会便秘了 然后尝到这个蠕动就不够多 不足够 就使他便秘了 老师 我想问 因为我小时候是讨厌吃菜的 你呢 我是吃很多菜的 是 因为我看过小朋友 他们总是 一马他就非常喜欢吃菜 很讨厌吃肉 一马就是很喜欢吃肉 很讨厌吃菜 所以一定是这样子的吗 小朋友 对 就是很多小孩子 就不喜欢吃蔬菜 主要是为什么呢 他觉得蔬菜是苦的 没有味道 是苦的 而且他很丑 绿色很丑 有一些小孩子 很丑 其实作为父母呢 我们应该鼓励孩子 吃各种不同的食物 给他接触各种不同的食物 可是蔬菜有很多颜色 你会烹调的话 只有比如说红萝卜 什么 艺术薯 你知道我跟你说 以前我妈 我不吃那个红萝卜 我妈是怎样骗我 就红萝卜切成花的形状 她跟我说 吃了会像花一样美 漂亮 我一根吞下去 也会太暧昧了 这样子 这个妈妈有办法 这个可以尝好随心 对 比苏宁的妈妈 对 所以孩子挑食便秘之外 还有什么后果呢 当然其他的后果呢 后果就包括就是肠胃 肠胃不舒服 当他比较喜欢吃这一个中口味的食物 或者是油腻的食物 就使到这肠胃消化不良 明白 那挑食怎么会影响他的食欲呢 对的 当一个孩子挑食的话呢 他就会只是喜欢某种食物 一没有那种食物 他就完全不想吃了 他就不吃其他的食物了 就影响他的食欲了 也不可能每天让他吃一样的 对 有看过这样的小朋友 他喜欢吃炸鸡 他每一餐都要有炸鸡 他没有炸鸡他就不吃 好 这样子的孩子 挑食竟然会导致厌食症 这个正确吗 这个说法 对 是的 当一个孩子 小孩 长期的挑食 他的食欲就不整 食欲不整的话 就使到他的整个食物的摄取量就减少 然后体重就会慢慢下降 下降过后呢 对每一样食物他就会拒绝 所以造成这个厌食症 小朋友也会有厌食症 会 是 小时候可能不会 之后可能也会 我们以为长大才会有 厌食症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症状就是他有腹脏 然后时常长到呕吐 会呕吐这个现象出现 这是因为胃伤过多吗 不是 就是呕吐就是他因为反胃 他就是长久不吃东西 没有吃东西 对 明白 那小朋友厌食或者是偏食 我们说家长的应对 包括有刚才我讲的就是 把它做成好玩的样子 对 帮好搬片 对 然后我记得以前就是做那些鱼饼 不是有鱼肉馅 然后会有那个馍 然后妈妈就让我压星星 压乐这样子 然后煮出来觉得说这是我煮的 就会比较爱吃 是不是 是的 如果就是当小孩子 有这个厌食症的话呢 其实我们家长就是 在烹调方面一定要改善 好 就不要就是有乏味 就让小朋友这个餐预感 觉得说这个是我自己也有份 做出来的一餐 对 就是在厨房里面 就拉他一起 跟他一起去做这个 而且我觉得他会把它 把这个吃饭当成是苦菜的一个想法 慢慢改变 他会觉得说这个其实是玩的一部分 其实小孩子蛮喜欢就是在厨房里面玩 我们讲以前记得吗 我们玩MasaMasa 对 其实他蛮喜欢的 当那样食物呢 他有份去参与去煮的话呢 他其实很想知道到底煮出来的食物呢 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的 对 所以他就去尝试 明白 再问老师一下 准备热量较高的食物 对 我也很好奇 怎么会帮助到这个挑食的症状 那些挑食的孩子呢 在于这个食物的摄取量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他们的这个营养方面呢 热量方面的需求量是非常高 所以为了就是满足他们这个热量的需求量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食物里面呢 加一些其他的材料 就比如说加一些食用油 比如说当你煮粥的时候呢 好 给它滑一点 给它滑一点 除了给它滑嫩滑一点 我们可以其实加这个食用油 增加它的热量 因为一克的这个食用油呢 就有九大卡 如果跟这是饭 碳水化炉来比的话呢 只有四卡 一克 所以肯定我们就加一些食用油 可以加一些奶油 更加那个小孩子的热量的摄取更好吃 又好吃 又有营养 明白 那现在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 其实不同小朋友他们的年龄 他们的胃需要的食物也不同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老师 什么样的阶段 小朋友需要什么样的食物的容量 其实不同的孩子呢 他们的胃容量是不同的 小孩子呢 他的胃容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就比如说刚出世的这个孩子 婴孩呢 他们的这个胃容量可能只是有 10到20毫升 很少罢了 然后如果是大概一个月呢 就大概有90到150毫升 就一瓶奶了 一瓶奶了 六个月大概180到200 200就是大概是一杯水的这个分量 对 我们看到这个屏幕上 现在看到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们发现到很多家长 现代的家长 很担心自己的子女吃不够 营养不良 吃不薄 所以会拼命地给她吃 像北京天涯那样 事实上是吃过量吧 对 吃过量 所以这个作为一个标准做参考 那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师的就是 我们常常营养师会说 你要吃饭的话 我们成为自己这个 一个拳头为一个单位 这个就是你的胃 对 你的胃就这么大 这个就是饭的分量 好 那如果是以小朋友 可以用这个方法为做准吗 其实可以的 但是就是用他们的手 他们的手 不是我们大人的手 就是宝宝的手这么大 它就是这么大 就是比如说幼儿 一岁到三岁 到底他饭需要吃多少一餐的话 就用他的这个拳头 就是这么大 明白 如果就是蛋白 就是鱼的分量的话 就是他的手掌心 这一边这么大 如果是大人的 就是跟大人比 就是我们大人的一半 是 明白 再次强调是小朋友本身的手掌 不是你的 如果你觉得小朋友的很难 你就拿你自己的 不过是一半而已 一半而已 不是整个 是 这个挺好的 其实就是以他们的未来做准 对 你就知道说它的容量有多大 是 那另外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可能老师刚才有讲说 要尽可能多样化 对不对 所以有什么样的食物可以替代 比如说我们小朋友 茄子 最讨厌的 对不对 因为它很丑 而且又烂烂 很稀烂 又黏稠 它熟的就是黄色很丑 对 而且咬在嘴巴口感很恐怖 就是这样绵绵的 对 软绵绵的 对 是的 很多小孩子 其实不喜欢吃茄子 因为它太软了 很绵绵 然后吃了就觉得很脆 对 因为什么东西 可以取代的吗 其实食物跟食物 可以有这个替代 替代这个方式 我们可以用替代方式 同样营养的食物 就可以用来替代 比如说茄子 它是紫色的 像紫色的这个蔬菜 其实它含有很高的花青素 花青素呢 其实它能够帮助我们抑制 它能够抗养 提高这个免疫力 可以 所以它替代有葡萄 这样小朋友应该很爱吃葡萄 对 葡萄 然后再不然就是紫色的高丽菜 对 或者是紫色的椰花菜 或者是蓝莓等等 对 韩手辣椒其实还挺好吃的 对 胡萝卜呢 胡萝卜可以用什么来替代 胡萝卜呢 它就是有很高的这个胡萝卜素了 也是抗养 然后能够提高免疫力了 有什么替代呢 什么是橙色的 南瓜 好 番薯也是 番薯 还有菠菜也是 好 好 还有就是这个灯笼椒 是我很怕吃的 我也是很不喜欢的 我到现在还怕吃 我到现在真的还不行 还不喜欢 红色的还可以 对 红跟黄的还好 青色 绿色的很怕 可以有一个很青色的这个味道 对 那应该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 其实灯笼椒呢 它这个含维生素C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 对 尤其是红跟橙的对不对 对 非常非常高 对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就是彩椒 红跟橙的就是彩椒 红跟橙取代绿 取代绿 对 因为它比较香甜 对 而且它营养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然后还有这个包菜的部分也可以 对 然后当然我们很熟悉的橙 洗衣果 水果类的也可以用来 充分成维他命C的部分 红属素C 其他的水果 所以是有办法的 只是说要用蔬菜来取代的话 一般是也不要耗时间 要去思考一下 对 所以我们讲了这么久 其实都在怪罪父母 没有 就是你没有让他多元的 这个我赞成 那为什么 一个小孩从他出事到他 开始正式接触食物的时候 是谁给他吃 还不是爸妈妈 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请教一下老师 就是小朋友他们在断奶的期间 其实是影响他们饮食习惯 很关键的一个时期 对 是 所以待会儿回来 我们再跟大家关注 就是小朋友断奶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我们要欢迎林老师 林老师刚才我们谈到说 这个小孩子会在断奶期间 这个时候的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对 接触到不同的食物 那爸妈应该如何掌握好 这个关键时期呢 是的 其实母乳是 婴儿最佳的食物 随着孩子成长 他需要更多的营养 所以单单靠这个母乳是不足够的 是不足够的 我们父母就是必须添加副食给孩子 当孩子六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要添加副食给孩子 所以你一时时可以同时喂奶 然后吃副食品这样子 对不对 那就是如果要掌握好的话 就要增加这个副食品 不强迫进食 怎么说 很多父母就是很喜欢强迫孩子吃 他认为好的或者是健康的食物 而孩子可能不吃 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强迫孩子吃 怎样的 其实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比如说当孩子不喜欢吃蔬菜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在喂奶期间 两个喂奶的指的时间 中间那个时间给他 他当时有口课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喂他吃一些汤汁 菜汤汁 他口课一定是 所以慢慢把它调过来 慢慢给他适应 他就不吃过于刺激性 或者味道较重的饮料和食物 这个不在话想 老师讲的这个汤汁 有没有说比较适合哪里 一个阶段的小朋友开始接受 通常六个月开始 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试一下汤汁 好 蔬菜汤 是 现在这个图表 就是三到五个月期间 就可以开始给他们尝试 对 你看三个月就母乳了 三到五个月有菜汤 六个月以上就开始有副食品 跟水果泥 所以三到五个月跟六个月 还是一直在进行母乳 那是没关系的 对 没关系 而且母乳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有没有说 母乳不可以喝到几岁的 因为我相信有一些有两岁 是 喝到很大还在喝 两岁 三岁还在喝 有问题的 世界卫生组织 其实提倡了 胃捕母乳到一岁 最好超过一岁到两岁 就够了 最少到一岁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 最好到一岁 可以的妈妈到两岁 因为有些妈妈会觉得 对副食品应该有什么样的条件 要注意一些什么 其实当我们给孩子副食品的时候 有几样的条件 我们必须注意的 其中就是我们要小心 看孩子的这个适应量 然后有没有敏感度 好 到底吃多少呢 其实我们就是从一种到多种 刚开始就是一种罢了 就不要一下子给他几种吃 不会反效果了 一个一个来 那一种可以维持多久 让他试试多久 就比如说 一个礼拜 通常我们先给他一些 比较不会敏感的食物 从这一个米糊开始 米糊开始 米的话米糊开始 过后接下来就是蔬菜 接下来就是水果泥 然后接下来就是肉泥 好 至于这个鱼类或者是海鲜 最好是不要这样这么快开始 担心它会过敏 是吗 过敏 对 从一种开始 就比如说你刚开始是米糊 给它吃多久 它大概四到七天 一个礼拜为主 对 一个礼拜为主 然后就换口味 慢慢地加其他的 加一点萝卜进去 混合在一起 是吗 混合在一起 对 就是这样子 然后要从稀到稠 一开始不可以太稠 不然它们的食道 对 担心它会 一开始就是C 就比如说米粥 刚开始是米糊 然后接下来就是米粥 对 然后后来就是软饰 就是软饭 明白 我们讲软饭 就是这样子 然后要从稀到粗 那另外一个挑战 常常听到这个 新手妈妈投诉的就是说 要开始介绍给她 就是给她吃硬体食物的时候 固体食物要怎么办 很担心 那其实这个六个月大的宝宝 应该吃什么东西 六个月大的宝宝 通常我们讲说比较少会使到这个婴孩过敏 通常是蔬菜和水果 蔬菜水果它营养的含量是非常高 对 就比如说胡萝卜 胡萝卜它能够增强免疫力 防止叶芒症 还有极高势力了 势力了 然后其实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萝卜 把它就是煮熟了过后 碾压它成泥状 就要煮到差不多稀烂这样子 老师 我们成人吃胡萝卜 有一些营养师说最好不要削皮 这样营养比较好 小朋友的需要特别的细 需要削皮吗 需要削皮 削皮了过后就煮烂它 明白 明白 好 接下来有西兰花 西兰花也是营养很丰富 那这也是小朋友非常害怕的东西 讨厌 简直是 对 它就像怪兽种了辐射一样 老师 跟我们讲一下 对 西兰花怎么吃 西兰花其实它含有这个铁质 是非常高的 它能够预防缺铁性贫血 然后怎样煮法呢 它的茎我们要除掉了 因为它的茎太硬 太硬了 然后就是拿它的花那个部位 把它煮熟它 然后过后就磨碎它 用搅拌机去磨碎它 然后过后放入这个粥里面煮 煮到它来就可以一起吃 好 再来是番茄 番茄营养也很丰富 这个也没有好到哪里 因为软绵绵的 而且酸酸的 对不对 对 色色酸酸的 我现在都不太能够接受生的番茄 老师小朋友可以吃生的番茄 不可以吧 要煮 要煮 一定要煮 其实小朋友都不建议吃任何生的东西 最好是煮 番茄它就是有这个茄红素了 能够抗养 抑制这个细菌 使到小孩子不会这样容易感染细菌了 然后能够增强免疫力 怎么做法呢 就是把这个番茄煮沸 煮到大概两到三分钟 后后就去皮 去它的籽 去它的籽 然后挤它的籽出来 喂小孩子喝 所以肉呢 肉不吃 只好吃 三十多 这个是六个月 六个月 所以我刚刚想问 小番茄可以吗 可是几只的话就不太可能 一定要用大番茄 对 明白 其实这样子的番茄 可以加其他的东西吗 如果比如小朋友 接受不到它的味道的话 刚开始就是我们讲所说的 就是一口一口味 对 一口口味 给它习惯 它真的接受不到怎么办 可以加一点小小的一点点的蜜汤吗 不行 苹果吃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给它掺杂 它就会 如果掺杂的话 它就会 就是我们讲困难 讲分享 然后它还认了 怎么我掺杂的话 它就喜欢吃甜了 对 它就喜欢吃甜了 再来一个我比较不能够想象的 就是牛油果 小朋友可以吃牛油果 通常要六个月以上 它则是七个月 为什么呢 就是这牛油果它含的脂肪很高 对 小孩子不能够消化 但是牛油果其实是最有营养的食物 这样子 很有营养 然后它的这个味道的清淡 小孩子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它可以通便 这些小朋友常会有便秘的问题 对 它能够弄肠人 便保护眼睛 然后帮助大脑发育 这个也重要 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熟了的牛油果 压成泥 压成泥 就很简单 叫非常熟透的才可以 对 接下来这个我相信小朋友都很难抗拒 香蕉 像它甜甜的 是 很多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吃香蕉 很喜欢香蕉 香蕉泥 很简单把它弄成香蕉泥 然后能够预防便秘 明白 老师刚才你建议了这么多种食材 你刚才讲的是不可以混搭 一个礼拜吃一种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对 一个礼拜试一种 试一种 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混杂来给它吃呢 几岁的时候 等它习惯了 比如说刚刚开始你先试这个胡萝卜 胡萝卜先试 试到它大概是试到七天过后 你就可以注意它到底有没有敏感 如果有敏感的话 它会出红疹 或者是腹泻 或者是肚泻 或者是肚子脏脏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可以增加分量 或者是你可以再加其他的蔬菜 给它慢慢产食 明白 好 那其实小朋友的味蕾 从小也需要保护 这个概念是怎么样 我们请老师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就是需要 保护这个小孩子的味蕾了 为什么呢 味蕾很重要 如果你没有保护它 它可能 你给它吃剂太重 给它吃太过多 这个调味料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会有重口味 对 再不然 麻木了 然后过后呢 我们需要帮它预防口腔疾病 如果它有口腔疾病的话 不卫生的话 它就是不喜欢吃 所给它准备的一些食物 所以它食欲会减低 好 然后进食方面呢 我们就是需要给小孩子 尽量去咀嚼它 对 咀嚼它 为什么咀嚼很重要呢 当它咀嚼的时候呢 它的唾液会分泌更多 分泌更多的话呢 就能够刺激味蕾 这个不只是小朋友 成人也应该 其实讲了这么多保护味蕾 我觉得糖 就是家长特别 我觉得小朋友的糖 就是很偷偷 对 是 让很多家长 那它就是多摄取高维生素 和蕾的食物 然后加工当然不要 加工食品不要使它吃 是的 那蕾 谈起蕾呢 蕾是非常重要的 它能够维持这个小孩子的 这个胃蕾的健康 对 所以必须 我们必须要确保孩子 摄取足够的蕾的食物 其中包括了这个蛋黄 瘦肉 蛋黄也是小朋友 相当怕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些坚果 对 而且这样黄黄黏黏的 我们不要再打击家庭的 就是在收看节目的家长 今天我们非常 谢谢爱玲老师 来我们节目现场 谢谢